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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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另外再不然我认为有什么股可以去看 就是一些金融相关的股 这些是受惠于加息相关的主题的股份 例如汇空 一直都看得到一些 一个国际性金融类的股份 它调整回来的时候 我觉得又是一个吸纳水平 同样地 你都要看着 延伸出来两个点拉出来的升轨 看着47.5 或者是低一点 如果你现水平抠进去 如果真的穿了的话 才考虑把部份抠出来 如果不是的话 要等它慢慢慢慢的 希望它会一路一路的抠上去 你当然会加息 因为在6月和7月 刚刚加完6月和7月 其实都是有议息的 这些人的股份抢了 这些人的股份抢了 如果是一路的股份抢了 你也会加息一下